哎呀哎呀 挤手臂还不够 肩膀一连拍了好几下 来到自己的大本营新北 老县长苏贞昌兴奋藏不住 捧场知名小吃店 跟着栽叠准没错 大家一起加油 苏葵笑得合不拢嘴 生日的晚餐约会 献给他就是一旁要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 毕竟苏贞昌在新北影响力大 也能成为林佳龙的最强后盾 所以我实在补助非常多 关板桥停车档七个 最可惜的是有三个到现在 台里还没有持续 强调中央对新北很照顾 但卡在地方政府不同步 这刀直接插向市长侯友宜 餐桌上飘出悬战烟宵位 很多的地方需要大力推动 佳龙他交通部长 当时就是他规划他核定 现在如果他能够来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抓住问题 这是我要向新北市民推荐加龙 建设是要中央地方一条龙 新北交通一定通 觉得比较惊讶 今天我上网要去看一下新北的 有关于交通局停车场的进度 发现都不见了 停龙战线抓紧机会炮打侯市府 而苏贞昌为了林佳龙抬轿 在地立委议员都来了 面子给很足 新北选战打得艰困 若想突围 苏贞昌也得撩下去全力帮忙 TVB的新闻 尤其刘一峻离停 SV小组新北策略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